6月30日,称警队保治安、胡安宁民间声援集会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 现场人山人海,大批香港市民首举称警队按香港的标语 高呼香港加油,警察加油,在庞陀大雨中声援香港警察 据大会公布的数据,有16.5万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参加者除了普通市民,也不乏知名人士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香港影帝梁家辉及谭永林、钟正涛等明星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梁美芬、麦美娟、陈克勤等 原香港警务处处长邓进成和一些退休警察也现声支持 他们与工商界人士、交易界代表、学生家长、历史司机代表、青年团体等纷纷登台 表达自己的心声,呼吁市民支持香港警察 谭慧珠在发言中称,香港是华人社会最好居住的一个地方 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香港警队享誉世界 每个人都有责任,让香港重回平静、繁荣、安定 希望年轻人明辨是非 香港是华人社会最好居住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里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学得香港可以这么自由、这么文明的发表意见 如果我们要恢复一个平静、繁荣、安定、成功的国际金融城市 我们没有一个人都有责任 从今天起,我们大家都抉制 要向我们的年轻人分辨是非 要跟世界讲,我们抢香港的警察 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队伍 邓静成在台上发言时 感慨香港有一支亚洲最好的警队 使香港长期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但警察在过去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 好像完全被人忘记 他称赞香港警察过去数周 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工作 但仍然很克制 用其专业处理很多问题 随后带领集会群众一起欢呼 谢谢警察 集会开始后不久 人流已挤满了政府总部附近的天马公园 及京中部分道路 多位参与集会的市民向记者表示 今次是第一次走上街头 希望能表达支持警察的心声 拍香港尽快恢复理性和平静 我们是很沉默的市民 但今次都忍无可忍都要出来 表达我们的意见 那么多年来 所有的游行什么我们都没有参加 今次才是第一次参加 我们支持警方的执法 真的很难过 好像我们很多市民都觉得 就是很混乱 有很多无理的事情出现 所以其实香港的警察都是很克制的 这个香港是大家的嘛 你们成为未来的主人翁 你应该做人要斯文 要爱香港 要爱差人 当日天气阴起不定 集会期间多次下起庞陀大雨 但未见市民退缩 参加者都手持雨伞 继续用行动支持香港警察 市民们同唱狮子山下 手举同声同气撑警察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等标语 不时对台上发言者 报以热烈掌声 高喊口号撑警 集会过后 市民们有序离场 不少人对沿途警察竖起大拇指 连声致谢 希望警察继续加油